全唐诗卷五四八一五 公辞薛逢 十二楼中尽小庄 望仙楼上望君王 所嫌金寿连环冷 水滴铜笼皱漏长 云记霸书还对镜 罗衣玉焕更天香 摇溃正殿连开处 袍裤工人扫玉床 全唐诗卷五四八一五 公辞薛逢 十二楼中尽小庄 望仙楼上望君王 所嫌金寿连环冷 水滴铜笼皱漏长 云记霸书还对镜 罗衣玉焕更天香 摇溃正殿连开处 袍裤工人扫玉床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十二楼的宫女 清晨都忙着刻意梳妆 她们在望仙楼上撬盘 等候灵性的君王 寿行的门环冰冷 整天紧紧锁上 铜笼缓缓滴水 白昼异样的漫长 疏离好乌云般的长发 又对着明镜再三端详 把罗衣重新更换 浓浓地熏的芳香 远远窥进正殿里 掀开帘幕 穿着短袖 袍裤的宫女 在打扫玉床 这首诗约作于唐武宗会昌年间 作者晋世吉地 得宰相崔玄之著 不久由地方调任京城 此后一路高升 期间接触了宫廷人士 得以了解到宫中生活 这首诗即是在此背景下 创作的 薛逢自陶辰 蒲州河东人 会昌元年晋世 历世玉史上书郎 因池才傲物 议论机切 故仕途颇不得意 全唐诗 收录其诗一卷 旧唐书卷190 新唐书卷203 解有传 云记霸书还对境 罗伊玉患更天香 正好 穿玉患更天香 新唐书 诗犯 推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